当看到广志两夫妻一大清早就轻轻我我如此腻歪的时候 你知道全能我心眼是如何情景在线的吗 用你在担心我啊 等等等等我是你的老公哥 Darney Honey 这天早上准备出门的广志得知美牙今天要去产检便嘱咐她路上小心 美牙很快就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可下一秒 一大早就这么亲了 我们是夫妻又不犯法 随后不怕死的马铃薯头仅靠一颗球就活灵活现地模仿起刚才的场景 毫无疑问又是洗皮一个馒头 紧接着吃早饭的时候美牙表示自己要去产检 所以便让小新看家自己即将做哥哥了 那就得保护美牙跟她肚子里的宝宝 听到小新这么说美牙不禁为之动容于是便答应让她一起去医院 从美以前有些妇女活着 一点都不像是个正常男生 随后再去医院的路上不苟言笑的小新密切注意路上的状况 就连偶遇到的猫咪都被她盯得毛骨悚然 更是把一辆经过的娃娃车视为洪水猛兽 美牙无奈表示她这样太过夸张 可马铃薯头依旧我行我素甚至开始胡编乱造 这是很危险非常危险的孕妇啊 不要随便喂她吃东西 喂她吃东西只会变得更肥 给我变成 可万万没想到已经被封住嘴巴的小新 还是忍不住胡说八道 你们一定以为这里面有大便吧 其实有个小宝宝 知道吗 知道 知道了就好 好不容易到了医院 马铃薯头又开始胡言乱语了 我妈妈不幸怀孕的 是因为我宝宝 你不懂意思就不要乱说嘛 紧接着在轮到美牙产检的时候 无论美牙怎么劝子 马铃薯头还是想跟着进去 于是美牙只好拿出杀手锏 头上开花 如果你再不听话 和美牙前脚刚走下一秒 就来了个孕妇大姐姐 于是马铃薯头又开始了八卦拷问 你怀孕了吗 什么原因 这个嘛 当医生告知宝宝很健康 使美牙很是欣慰 护士小姐的胎儿又很健康 又没有怀孕 对不起 医生健壮安慰美牙要放松心情 并且还夸奖小新 已经有当哥哥的样了 然而当回家的时候 马铃薯头却又睡着了 美牙不禁吐槽 下次再也不带小新去产检了 时间好快 我就快要生了 我一定要好好加油